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壁卡索必將心愛的畫作 掛在這個牆壁上 他先用手把這個畫框暫時壓在牆壁上 這是牆壁,這是畫框 如果畫光背面與牆壁的近摩擦係數是0.5 畫框跟牆壁,近摩擦係數是0.5 畫框重是10公斤 重量是等於10公斤重 未避免滑下來 壁卡索壓在畫框上的力,至少應該多少 我們看,壁卡索把畫框這樣壓 畫框在水平方向沒有移動 所以牆壁給畫框的正向力 會跟壓上去的力量一樣 因為兩力水平方向要平衡 所以N會等於F 它壓上去的話,不會掉下來 為什麼? 因為摩擦力跟中力抵消 也就是F 減掉W 這個是等於0 所以F等於W F近摩擦力小於等於最大近摩擦力 這最大近摩擦力是等於近摩擦係數 乘以正向於N 所以我就曉得 這N,N就是F 這是等於μS F 所以我就曉得F要大於等於多少呢 μS分之1 那W是等於10公斤重 10公斤重 那μS是0.52分之1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20公斤重 也就是說 F至少要20公斤重 它實在不會掉下來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 至少要是20公斤重 所以答案要選D 1 1 4 5 6 7 7 10 10 9 8